今天要跟大家解釋痛风 痛风大家常常听到 你知道痛风要算哪一科的问题吗 痛风其实是要算免疫风湿科的问题 那痛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我们血液里面的尿酸堆积的太高了 那可以是因为你排不出去 也可以是因为你累积的太快 而导致我们的尿酸很高 那尿酸高的人不一定会发生痛风 那尿酸高的人大概未来的十年内 你要发生痛风的几率大概有一成以上 在古代古欧洲的话 他们认为是一种恶魔去咬骨的疼痛 是非常可怕的疼痛 那为什么会觉得是恶魔呢 因为莫名其妙的状态下 你的关节突然越来越痛 没有人去伤害你的关节 怎么会突然红热肿痛 那所以这种疼痛是非常难耐的 所以有很多人会因为痛风来到急诊 那痛风最常发生的关节呢 就是在我们的脚的那个大拇指的根部的地方 再来像脚踝跟膝盖 这些也是常见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发生痛风 就是因为我们的尿酸太高 我们的尿酸太高之后 它的结晶可以在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产生累积 那如果累积的是在关节的部位 就会发生痛风 那所以万一它累积的是在你的肾脏呢 对万一它累积在你的肾脏的话 它会导致你的肾功能下降 那我们急性的痛风期的时候 我们会打止痛针 我们会给止痛药 还有加上秋水腺素 那止痛药 止痛针 这些东西也会伤到肾脏 那你尿酸累积也会伤到肾脏 所以可不可以因为尿酸高 痛风而起肾呢 答案是可以的 痛风的危险因子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遗传 再来就是饮食 饮食方面的话 如果你吃太多的肉类或是酒类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尿酸的堆积 那除此之外太胖了 也会容易得到痛风 所以有一些人笑称说 痛风呢是有钱人家的病 但是经济不富裕的原住民部落 为什么也很多痛风呢 然后后来我们研究发现 基因学发现 我们原住民本来就比较容易 产生尿酸的堆积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饮食里面 有很多的肉类 还有原住民饮酒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原住民的痛风率非常高 那我有时候常常会回去 那会看到我们原住民的朋友 那除了痛风之外 常常会打扰他们之外呢 我还看到就是很多的痛风食 那为什么会有痛风食呢 因为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 我们疼痛我们打止痛药 我们给秋水腺素 这些其实都没有降尿酸的功能 所以尿酸还是在你的身体里面 不断的破坏你的任何一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要把它排出来 才可以减少它的堆积 但是大部分的人在急性痛风期 只想到要止痛 痛完了之后他又忘记了 其实我要降尿酸这个工作 所以尿酸不断的累积 累积在关节上就会导致关节的变形 虽然原住民朋友笑称 这个叫做钻石南海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结晶石 但是其实痛风食这个部分是非常难搞的 而且也没有办法用开刀来去做解决 那未来很多的行动上面都会有问题 那通常尿酸可以累积到有痛风食的发生的时候 多半你的肾功能都已经不会很好了 所以再继续这样子累积下去 要往洗肾的路的速度会加快 现在生活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发达 所以这个痛风这个富裕的病 在台湾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所以我常常在急诊看到二三十岁的男生 就要来急诊处理他的痛风 所以其实痛风现在更被归劣到 就是说我们有三高对不对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第四高 就是高尿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尿酸会累积在身体的各个部位 所以它也可以累积在心血管 它也可以加重心血管的问题 所以高尿酸这个问题 其实是越来越普遍的文明病 除了饮食上面要控制避免肥胖 尤其我们台湾其实在归类起来 其实是算亚洲比较肥胖的国家 来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的饮食 除了很多的肉类油脂酒类之外 其实我们也特别爱吃甜食 那其实大家不知道说高果糖 或是高糖的饮料啊 这些东西也可以加重痛风 高尿酸痛风的发生 其实不是百分之百的人 有高尿酸就一定会有痛风 那我们在还没有发生痛风之前 我们可以做的预防就是 平常要多喝水 然后减肥 再来可以吃一些维他命C的东西 来增加尿酸的排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